根据中国国家统计局的数据显示 2020年中国的肉类消费量 约为8540万吨 意味着内地市场规模为4.6万亿元 汇丰发表内地肉制品行业报告 预测2021-23年市场规模 将以1%的负荷年均增长率增长 平均售价ASP将下降1% 相比同期总消费的增长2% 该行认为肉制品市场 需要新的增长驱动因素 肉类加工处于整个产业价值链的中游 上游是畜牧及屠宰行业 下游是超市、菜市场和餐饮服务 产品包括预加工的冰鲜肉、冷冻肉和新鲜肉 以及香肠、腌制和腌制肉等进一步加工的类别 汇丰报告指出 随着内地人口结构的变化 年轻一代收入的增加以及消费者偏好改变 将成为推动肉制品升级的市场需求 该行预期 未来三年市场领导者的收入增速将超过同业水平 三个小众行业包括加工肉制品、速冻食品菜肴 以及三二四等业务的年增长将超过10% 2020年加工肉制品市场规模料达2500亿元 约占肉类产品总市场的5.5% 汇丰估计 今年将增长至2750亿元 明年及后年将分别增长至3053亿元 及3419亿元 三年间的按年增长分别10%、11%和12% 速冻食品菜肴方面 去年市场总值约484亿元 约占肉类产品总市场的1.1% 由于火锅餐实业普及 汇丰预计 今年这小众行业将增长到538亿元 明年将增长到597亿元 2023年将增长到663亿元 三年的年均增长11% 由于年轻一代长时间工作 不愿花时间做饭 三二四的极主、极热和及时产品 最受年轻人欢迎 汇丰预计去年这小众市场规模 已达2000亿元 占肉类产品总市场的4% 加上在线食品配送服务 今年至2023年间的 复合年均增长率为15% 汇丰进一步指出 随着猪肉和鸡肉价格实际而下 公司积极开发在线管道 加上行业整合趋势 肉制品加工企业的盈利能力 将有所提高 报告现实 自2019年9月起 非洲猪瘟对内地养猪业的影响逐渐消弭 生猪产能持续上升 截至今年6月底 母猪库存已恢复到4564万头 超过2017年底的4472万头 这不但导致生猪产量进一步增加 进而令猪肉价受压 汇丰估计 生猪加全平均价将从2021年的每公斤 20元下降到明年的17元 到2023年轻微反弹至每公斤19元 由于猪肉是肉类产品行业的主要原料 生猪价疲软将有利行业提高盈利能力 其中 双汇发展为猪肉制品的主要生产商 能够受惠猪肉价下行的好处 数据显示 当猪肉价格上涨时 其毛利率下降 反之亦然 同样状况亦出现鸡肉市场 由于饲养小鸡的行业产能 需要大约15个月才能提高 汇丰相信肉鸡供应将持续增长 今年白鱼肉鸡价格为每公斤7.3元 明年及后年分别为7.1元及7.2元 鸡肉价格将在2021-23年保持低位 相信会提高肉类生产商 以鸡肉为原料的盈利能力 根据其姊妹行前海汇丰收集的行业资料 排名前十位的运营商的总市场份额 仅为3.65% 领头羊双汇仅占1.65% 相比下 在美国头三大制肉商的市场份额 合计超过50% 中国肉类产品产业高度分散 主要原因有三 一是上游农业集中度低 而屠宰通常选址在农场附近 另屠宰加工厂非常分散 二是入行门槛低 产品差异化少 因此小企业容易生存 并且以本地品牌形式 极限下管道建立生存 三是 消费者对肉类产品的需求差异 使得一般公司难以完全满足所有市场需求 导致这些企业通常瞄准特定的消费社群 汇丰相信 当市场领导者通过新管道推出新产品 以满足消费者胃口的变化 特别是年轻一代讲求方便 因此网上购物和食品配送 正在改变行业领导者的传统商业模式 这肉商通过提高下游分销商的管道效率 提高了销售和品牌知名度 汇丰认为产品差异化变得越来越重要 这有利于市场领导者 大公司拥有规模资本和品牌的优势 加上在线管道帮助市场领导者推出新产品 并实现直接销售给消费者 在线管道还允许他们利用自己的品牌优势 扩大现有产品的市场份额 报告举出今年上半年双汇推出火旋风食品系列为例子 产品销量按年增长一倍 而社农发展的即时炸鸡和即用调味品销售 过去五年的年复合增长率都超过30% 去年该公司对客户产品收入飙升至8亿元人民币左右 占公司食品收入15%以上 反映制肉商为创造新的增长机会 正将生产链逐步向下游转移 明镜需要ivo